新型肺炎疫情肆虐,大家都少了出门,大部分时间都留在家里,当然也多了时间在家里下厨。 由肥妈和陆浩铭主持的最新一季食品低系列《健康食品低》,在疫情之下推出,除了可以教大家如何用简单的食材煮出美食, 肥妈更要教大家怎样吃得健康,提高免疫力,让病毒远离你。 这个病毒不是用很多药能够做到的,最主要是自己的免疫力,所以我就教大家,其实厨房里面每个都是宝,你把自己的免疫力提高的话,你就发病率比较低, 所以我就用很简单,因为葱姜蒜本身就是健康能够发病的东西,还有一个叫黄姜粉,黄姜,黄姜其实我们广东人,尤其广东人不多吃, 觉得那个颜色很重,好像咖喱啊,好像辣,其实黄姜一点都不辣,可是它对血管啊,对那个免疫力啊,就非常好的,我就用不同的, 我们中国的那个汤水啊,还有那个煮菜啊,普通的东西呢,让大家吃得健康,变成你的身体健康免疫力提高,那个细菌就不能打倒你嘛,对不对。 艺人受到疫情影响,工作量减少,不过也因此多了更多时间陪伴家人朋友,不知道多了时间跟女友拍拖的六号,会不会也趁机在家玩一玩下厨乐呢? 当然不是我煮啦,我叫她看多一点肥嘛,她要煮啊,我们每天都煮什么了,番茄炒蛋啊,番茄呢,对健康好啊,所以每天我跟她肥妈煮人之后回家再看,她再煮给我吃。 真的是好女友,好女友,什么时候结婚,什么时候结婚,哎,我都不问啊,哎呀,我告诉你,我都不问啊,什么时候啊,什么时候啊,我好多年前啊,我说打,假如她结婚啊,我那个金珠啊,项链啊,手上就有打,现在金价多贵啊,现在你看金价了,现在就是好的时候了,现在就不买了,不行,不行,不行,等了好多年啊,不行,不行,不行,我也有金珠啊,对不对,每一年都跟她讲,屁都每一个放了,不要说小孩,屁都每一个放了,我告诉你, 肥妈日前和老公从伦敦飞往吉隆坡的途中遇上飞机故障,要临时换飞机,而肥妈的老公更因为身上药物不够,导致身体不适,让肥妈非常担心,事后肥妈更拍片摆上网抒发情绪,但也因此让大家很担心肥妈的心情。 我就拿这个Facebook,我说在家千日好,出门半招难,就把那个东西讲出来,自己哭了,就舒服一点,放到Facebook,我想不到很多人看了,全部朋友都看见了,第一,我很感恩上天保佑我们两夫妇,第二,就是好多人关心我们,还有呢,我收到很多电话,睡都没,都睡在伦敦呢,就是26,26号啊,你的肝儿子发生事,我以为什么事,你懂吗? 小时,小时,小时,然后我就马上打过去,问他怎么样